有两个要去打残妻 两个研究生 他们要打残妻 他们本来坐一两天 腿很痛就想走 结果他的同学刚好坐他对面 他一睁开眼睛想要跟他打个招呼 我们一起退出来好不好 结果他一睁开对方做得很好 到最后他熬七天 熬到四五天的时候 味道出来很欢喜 结果一结束他就问那个同学说 同学你好伟大我好庆佩你 我第一天就想走 他说我也一样 他说那你怎么没走 我睁开看你做得好好的 只有两个睁开的时间不同 所以就这样熬过来了 我们大家都苦恼 但我们就在一个规矩 一定的道心里面 我们竟然互相成就了 这就是净土吧 净土的意义 下凭下生的众生是不是完全断烦恼 潜在的种子都还有 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不容易起烦恼 大家互相以惭愧心互相供养 以佛法的清净慈悲善心互相供养 所以彼此增上 现实世间都有 为什么净土就不容许 是不是就这样 是这样 好 所以 所以 这就在一个现实当中 我内心不安 我给我一个方向 佛法 佛法无边 他随运众生安利了 世尊说 我在五卓二世 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佛一 他也跟我讲说 我见势力故说此言 若有众生 文士说者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叫极乐 因为无众苦 某一类众生 当有子得以安利 因为那里 以你这样的因缘 你可以随顺 就是说 你可以在你家 你家当然不是五卓 也是 我讲了 就方便把你家当五卓二世 那你们来到这里 没那么卓 虽然也卓 还有蚊子 但总是比较好 就在这样相对当中 是不是也增长你的道理 我们可以再努力 让大家 这个功夫就是 假如我现在 我常开玩笑 我真的哪天 我去动个手术 在我的脊椎里面 缝个霓虹灯 那里面装个电池 在我的口袋 我走过的时候 一按他就 啾啾啾 你们看到我放光 我没放光 我只是霓虹灯 我经常要换电池就是了 可是你们不知道 你们看到我放光以后 你们就 本来不信的都信了 念佛不专心的 都专心了 会不会这样 何况我要是真放光呢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现实 其实放光只是霓虹灯 对你来讲说 师傅功夫 功夫很好放光 你看 我用个电池 就能让你路定 不是电池让你路定 不是电池让你路定 是你执着我 你心起信心 然后你就帮助你安定 这是七狂世间 那如果是真实呢 是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断 我才一直鼓励说 每个人都是人家的道品 增上的因缘 不要因为你的烦恼 让别人修行 增加阻力 应该是看到你生产归心 看到你更加精进 所以为什么要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这就是佛当初在里面 我们现在都是预告 佛直接讲说 你们因为这样要往生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个理由 我们是因为将来 所以有人说不往生 很奇怪 清净人自然安居俊土 想成就道业人 哪里有善知识 哪里有好道常 我当然亲近 哪里有佛说法 我当然亲近 哪有狂妄道说我不去 除非你悲心 我刚才讲的那个菩萨发心 哪里没佛我哪里去 这种可以 哪有傲慢说我不去 你不了解什么叫净土 你不了解佛的善桥 净土里面的帮助 你一下子又希望清净善知识 却又有佛说法的地方 却不去 因为你怀疑 只因你怀疑 所以你不了解净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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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